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一窝马蜂钻进她的脑勺里 肆无忌怠地横冲直撞 她坐在ATM外面的阶梯上 机械地给周明亮打电话 质问她 钱去哪儿了 周明亮沉默好一会儿才说 医生都说儿子这不好了 你别折腾了 这话就像真一样扎得赵婉跳起来 她狠狠地咒骂周明亮 可她就是沉默 不辩解也不挂电话 赵婉骂够了蹲在地上哭 哭完又求赵明亮把钱拿出来救儿子 赵明亮嘎嘎地挂着电话 赵婉觉得自己的眼泪都流干了 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心想绝对不能放弃 只要还有一丝希望 她就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死去 她的儿子在上学时候突然晕倒 送医后被整围 脑出血 即便是救回来 也是个植物人了 她来去前才发现 周明亮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悄把钱花掉了 两人结婚八年 赵婉跟她住在八人合租的桶子楼 住过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孩子出生后 赵婉很狠心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 她做梦都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 不想孩子以后也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周明亮让她负担家庭开支 她的钱都攒下来买房 银行卡给她攥着 赵婉没想到她早就偷拿银行卡把钱取走了 赵婉去周明亮的单位赌她 求她 周明亮请假躲着她 她就站在天台上哭 把周明亮的窝扯行径都公之于众 想借舆论压力逼周明亮掏钱 周明亮被领导要求暂时停职 先把家庭事务处理好 她恨她恨得咬牙切齿 赵婉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那也是我亲儿子 要是砸钱有用 我会心疼钱吗 问题是儿子都这样了 你砸多少钱都白搭 你就非要人才两空吗 还不如省下钱再生下一个孩子 赵婉心如刀割 再生一个 她说的可真轻松 孩子不是她怀胎十月生下来的 不是她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 不是她背在背上抱在怀里颠大的 她就在床上爽了一回就当爹 当然可以说出再生一个这种混账话 她怕的不只是花冤枉钱 她更怕就会一个植物人儿子拖累她的下半生 可是儿子还没咽气 她怎么就甘心放弃 赵婉那两天 钱没要到 医院那头却通知她 她的儿子不知身亡 周明亮又跑出来装慈腹 忙前忙后操办儿子的丧事 赵婉不知道自己那段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她总觉得自己也随着儿子死了一回 活着就像行尸走肉 尘埃落定 赵婉才知道周明亮之前瞒着她把那笔钱借给她妹妹买房了 她坚决要离婚 周明亮刚开始不肯离 后来她看到赵婉连续三个深夜在厨房里磨刀 她才同意离婚 还写了一张借条给赵婉 答应将来还她一半存款 婚礼了 周明亮心里的愧疚也消失了 赵婉要求她搬走 她死活不愿意 还耍赖说 租金是用夫妻共同财产出的 她必须住满今年 谁待不下去 谁就搬走 反正她不搬 公寓是一年起租的 如果中途退租 租金和押金都不退 算下来还有三万块 白丢了 太可惜 按周明亮的收入 一个人负担不起公寓的租金 当初押金租金还是赵婉的工资处的 她更不愿意搬走 没钱没房 就是这么没尊严 为了不再住城中村那种 张狼满地盘的小单间 也为了堵一口气 他们就这么耗在同一个屋眼下 赵婉只收拾自己的房间 其他一概不管 有几回她做了饭 周明亮厚着脸皮想蹭饭 被她用冰冷的眼刀子刮得遍体生寒 有时周明亮懒得收拾衣服 自己的衣服洗好了不想晾 就丢在洗衣机里 照完也不含糊 想用洗衣机时 就把她的衣服拎出来丢进水盆里 放几天几夜她也不会管 周明亮恼怒地直跳脚 三个月后 周明亮跟一个小姑娘好上了 那姑娘红头发 高颧骨 薄嘴唇 穿一身五彩斑斓的衣服 像一只红毛鸡 她的眼神张扬而居傲 一看就不是好相处的 周明亮让那姑娘留下来过夜 两人酣战到凌晨 赵婉听着那张 原本属于儿子的铁架床 咿咿咿咿响响 流了一宿的眼泪 第二天一早 赵婉跟那姑娘在厨房碰上了 那姑娘毫不客气地 让赵婉要么搬走 要么把主卧让出来 赵婉被气乐了 凭什么 我们两个人挤一张小床 你一个人睡大床 不觉得浪费 再说你离婚不离家 难道不是舍不得老周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赵婉冷笑不想理她 红毛姑娘却将她内生短促的冷笑 当成蔑视 她一把hold住赵婉的头发 仰手就往赵婉的脸上打 赵婉被她吓得一跳 随即大怒 小狐狸精登堂入室 欺辱到她头上来了 赵婉那双手臂 曾经一手抱丸 一手拎菜 也曾扛过几十斤的大米 和液化气罐 收拾这种菜鸡小姑娘 压根不在话下 红毛姑娘被赵婉打得 嗷嗷惨叫 周明亮闻声赶来 加入混战 最后三个人都进了警局 民警将他们教育一顿 又放回来了 红毛姑娘跟周明亮 夜夜声歌 铁了心了 要让狭窄的小铁床 唱出荡气回肠的二重奏 不让赵婉好过 赵婉备受折磨 她原本没心思再谈恋爱 但赵明亮欺人太甚 她于是答应了 一个一直追她的小年轻 小年轻在她没离婚前就追她 她离婚后 她信誓旦旦 绝不会嫌弃她 只想好好呵护她 她已经不相信男人的誓言 但她还是答应了她 只为了在赵明亮面前 扳回一局 两人确定关系 没多久 赵婉故意将小年轻 带回了家 看到明亮开门时 瞬间黑脸 她觉得心里好痛快 小年轻先洗好澡 在床上等赵婉 赵婉去洗澡时 赵明亮在浴室门口堵她 你跟那小伙子怎么回事 他毛都没长齐了 能跟你认真 赵婉冷笑 你管不着 周明亮气急败坏 我是男人 还能不了解男人 他就是跟你玩玩而已 你嫁我人生我玩 哪有好男人会要你 他就是想白睡你而已 赵婉静静地瞅着她 你都能跟那只红毛鸡好 凭什么我就不能找小奶狗 男人跟女儿一样 我找年轻未婚的姑娘 是我有魅力 未婚男人找你 肯定是对你另有所图 赵婉差点被口水呛着 她不想跟她废话 一把将她推了个蛆脸 狠狠地甩上了浴室的门 洗完澡回房 赵婉有些紧张 喝了两大杯水 昏黄的灯光下 两人亲热时 小年轻的动作突然顿住了 赵婉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一眼看到自己有些松垮的肚皮 皱巴巴的 布满浅淡的纹路 肚鸡眼那儿发黑 还有一些稀松的体毛 小年轻的眼神瞬息万变 有震惊有嫌弃 也有试图掩饰失态的慌乱 她大约没见过 生过孩子女人的肚皮 眼前的一幕让她措手不及 赵婉生了儿子后 身材恢复得挺好 至少从外面看不出啥 但包了衣服 她身上还是有不少 维尔姆的印记 小年轻的反应 反倒让赵婉松了口气 她推开她 疲惫地躺在床上 小年轻捏诺 姐 对不起 赵婉不慎在意地说 睡吧 明天再走 小年轻关了灯 捏手捏脚缩在床的一角 生怕碰到她死的 赵婉觉得好笑 又莫名觉得悲凉 男人跟女人到底是不一样啊 黑暗中眼泪顺着她的眼角 慢慢滚落到枕肌上 她想儿子疯狂地想 她也唾弃自己 儿子去了 她明明很悲痛 怎么就为了堵一口气 跟周明亮拉扯不清 还干出这么荒唐的事 她咬着拳头 试图掩饰自己的悲伤 不想让那些脆弱暴露在外人面前 没过多久 她的鼻端 涌入年轻男人的侵略气息 有人将她拥入怀里 小年轻一手搭在她肩上 一手去剥她的衣服 她大约以为伤了赵婉的自尊 试图勉强自己睡她一回 赵婉用手臂抵着她说 转过身去 别动 别说话 小年轻照办 赵婉从背后抱着她 软弱地将脸靠在她的背上 那些悲伤 就让她终结在这一夜吧 第二天 赵婉主动提出搬走 周明亮 没开眼笑 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目送她离开 赵婉也曾想过 如果再婚 一定要找一个 各方面都比周明亮强的男人 若是越嫁越差 那她干嘛要嫁呢 她也试过健身 读书 想逆袭 想将来重逢时 亮瞎前夫的狗眼 但现实不是童话 她学历不高 能力一般 为了温饱 疲于奔命 没有多少时间空间 去提升自己 离婚后的三年里 赵婉相亲了十几个男人 不是离异带娃 就是丧偶带娃 她自己也是离异 但并不是非要找一个未婚的男人 但她受不了那些 跟她条件差不多 或者比她条件还差的男人 嫌弃她 那些男人都有迷着自信 似乎他们跟她在一起 她该感恩戴德 赵婉是在快要被挫败感 淹没时遇到老方的 老方比她大十二岁 丧偶 个子矮胖 她有一套老旧房子 没多少钱 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她是赵婉的客户 赵婉原本瞧不上她 她经常请赵婉吃饭 有时还带着女儿来 说是孩子在家没人带 小女孩怯生生地喊阿姨 赵婉想到她没了妈 又想到孤零零去了另一个世界的儿子 眼圈就红了 赵婉知道老方对她有意思 想让女儿跟她培养感情 她并不反感 老方似乎永远没有烦心事 她总是笑咪咪的 赵婉脾气急容易乍毛 老方从不说她 只是顺手接过她手头的活 自顾自地弄好 赵婉仔细想过 她不年轻了 出了一张脸还看得过去 她也没啥能拿得出手 没房没存款 年华最是无情 总有一天她会老去 她觉得跟老方在一起挺好 起码她有房 她不用再在城中村的租房里流浪 小女孩虽然不一定能养熟 但她也没打算对她掏心掏肺 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 中年人已经无力堂爱情 能过日子就行 赵婉建议领证就好 但老方还是正儿八经的 摆了十几桌酒席 请了亲朋好友见证 周明亮得知这事 还讥笑赵婉掉价 不但找了一个老男人 还义务帮人家养孩子 赵婉心里不舒服 出不了气 就变着法子折腾老方 老方也不恼 从不过问原有 只哄着她 给她顺毛 就在赵婉闹腾时 她突然放了一个响屁 她脸色胀红 条件反射似的 把脸埋进了被单里 老方乐坏了 扶身去扯被单 你怎么这么可爱 放屁不是很正常的吗 赵婉心里暖暖的 多少年 没有人说她可爱了 她突然想起 在周明亮面前 在小年轻面前 她都不敢自如放屁 觉得有损形象 老方就是有能耐 让她觉得 她所做的一切 刚刚好 日子不仅不慢着过 有一回赵婉想买新玩机 跟老方在电脑前 选了半天 看中的牌子吧 嫌太贵 便宜的又看不上 赵婉气恼的说 方太这牌子 就是奸商 什么都卖的贼贵 还让不让人活了 老方摸着她的后脑巢说 你妈自己做什么 方太多好啊 赵婉才想起老方姓方 自己嫁给她 可不就是方太 她被她逗得脸皮绷不住 脸儿笑嘻嘻地 滚坐一团 过了大半年 老方的女儿改口 喊赵婉妈妈 赵婉原本以为 自己是不在乎的 可真听到那声称呼时 她还是忍不住流泪 她将小女孩拥在怀里 心想既然孩子认可 她也要对得起 这声称呼 有一回赵婉听老朋友说 周明亮早就跟那只红毛积分了 后来又谈了好几个对象 都没成 赵婉只是笑笑 意料之中的事 周明亮长得不错 愿意陪她睡的女人肯定有 但愿意陪她在狭小的出租房里 结婚并生育儿女的人 未必有 爱情是奢侈品 可遇不可求 生命力也短 年少时的爱情迷住多少姑娘的眼 当初她就是友情饮水宝 苦中也能作乐 如今周明亮人到中年 条件又一般 对比年轻小伙子和中年有钱男人 她并没有优势 再想用爱情圈住姑娘就不现实了 赵婉怀孕时 老方和小女孩都很兴奋 忙前忙后准备婴儿房和玩具 赵婉俯着还没显露出来的肚子 心情甜淡而宁静 她觉得过去那个被儿子带走活的自己 终于活过来了 她原本只求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有个厚道的男人陪着国外余生 却意外收获一个温暖的家 或许这是上天对她失去儿子的补偿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